我们看古装剧 尤其是涉及真实的历史人物 往往都会把人物设计得过于扁平化 或者过于脸谱化 人物的多面性很难表现出来 这就导致很多观众 对历史人物的认知过于单一 有很多历史人物 明明是反面 却被影视作品给洗白了 直接变成好人 比如历史上的这四位就是如此 芈月在历史上是秦宣太后 她以政治手腕和智慧组成 在影视作品《芈月传》中 芈月被塑造成一个极智慧 美貌 勇气于一身的女性形象 她不仅在政治斗争中 展现出高超的谋略 还在情感生活中表现出深情 性格也比较坚韧 当时这部电视剧热播时 还有很多女观众 将芈月当作自己的偶像 实际上 对芈月这个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格 以及真实为人特点 却并不太清楚 芈月籍秦宣太后 是战国时期秦国的重要政治人物 她生活在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 这是一个充满战争与变革的时期 她是秦国的第三十三代国君 秦桧文王的王后 秦昭湘王的生母 芈月原本是楚国人 后来成为秦桧文王的姬妾 生下秦昭湘王 在秦桧文王去世后 她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政治手腕 扶持儿子迎记登位 自己则以太后的身份 执掌朝政数十年 她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 加强中央集权 推动秦国的发展壮大 她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被称为太后的人 然而 在真实的历史中 芈月并非完全正面的形象 她虽然有一定的政治才能 但她的权力欲望极强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不惜使用各种手段 她干预朝政 排除异己 使得秦国的政治生态一度混乱 此外 她的私生活也备受争议 被执于义渠王思通 生下梁子 为什么影视剧会将这个人物给美化呢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一方面 这样的形象符合观众对于伟大女性的期待 另一方面 影视作品通过美化芈月这一历史人物 也传达了对于女性力量和智慧的认可与赞美 尤其是在古代 封建王朝 女性要摆脱时代的束缚 一步步走上权力的巅峰 比我们想象中更加不可思议 陆珍在历史上实际上是北齐的女官陆领轩 她的生平事迹 与影视作品《陆珍传奇》中的形象大相径庭 在影视作品中 陆珍被塑造成一个聪明 勇敢 善良的女性形象 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从宫女一路晋升为女相 展现了女性的智慧和力量 真实历史上的陆珍 其实也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 陆珍在历史中 真实姓名是陆领轩 而非陆珍 她是北齐时期的一位重要女性人物 她生活在南北朝末年至隋唐初期 这是一个政治动荡 社会变革的时代 也许正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导致陆珍不同于影视作品中的形象 她并非电视剧中那位善良 聪慧 为国为民的女相 实际上 陆令轩是北齐的一位坚定之臣 她利用自己的美貌和质谋 干预朝政 结党营私 使得北齐政治混乱 加速了国家的衰败 她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 用各种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甚至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 陆令轩原本出身并不高贵 后来因丈夫谋反而被没入宫中为奴 然而 她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机智应对 赢得了高伟高战之子的信任 并成为其儒母 在高伟成为太子后 陆令轩的地位也随之提升 逐渐涉足政治 对北齐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陆令轩作为北齐时期的重要女性人物 她的生平事迹被后人广泛传送 尤其是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 她成为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 对后世的文化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也正是如此 所以大部分文学作品 都将她描述为积极正面的一个历史人物 一方面 这样的形象符合当代观众 对于女性自强不息 勇于追梦的审美需求 另一方面 影视作品为了吸引观众 往往会对历史人物进行艺术加工 使其更符合现代观众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 朱祁镇在历史上是明朝的明英宗 他在位期间经历了土木铺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 然而 在影视作品中 朱祁镇的形象往往被美化 他的失败和过错往往被淡化或忽略 而更多的展现他的英勇和智慧 大明王朝历经276年 每一任帝王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但朱祁镇这个人可能要了解他 真的要深入了解当时的明朝环境 朱祁镇即名英宗朱祁镇 他在历史上的负面形象主要体现在土木铺之变中 朱祁镇在位初期 任用贤臣稳定明朝政局 然而 他在军事决策上的失误 尤其是在土木铺之变中 导致了明军的惨重失败 自己被俘 使得明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朱祁镇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 也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轻率 按照很多史学家的描述 明朝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开始由胜转衰 朱祁镇被俘期间 他经历了种种磨难 但最终得以回国复位 复位后 他致力于恢复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 但是 不管他经历什么 都不能改变 他杀害于谦等忠臣的污点 还把朱祁玉的墓给绝了 这种做法实在显得他格局太低 影视剧中 朱祁镇被描述为一个具有坚韧不拔 勇于面对困难的精神的君主 他在面对重大危机时 能够保持冷静和镇定 采取果断的行动来应对 同时 他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和改革精神 实际上 他并不适合坐镇帝王之位 所以影视作品 也许是单纯想塑造一个英雄人物 毕竟把帝王塑造成英雄的素材并不多 历史上的高湛是北齐五成帝 他在位期间政治昏暗 荒言无道 高湛是北齐的五成帝 高湛是北齐的第四位皇帝 生活在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 中国处于分裂状态 政治局势复杂多变 他在历史上的形象远比电视剧中复杂且浮灭 高湛在位期间 虽然有一定的政治才能 但他荒言无度 沉迷于酒色之中 对朝政事务漠不关心 他宠信奸命 杀害忠良 使得朝廷内部腐败不堪 此外 他还残害兄弟 强占黄嫂 这些行为都显示了他残忍 无情的一面 他积极对外扩张 与北州 突厥等政权进行战争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同时 他性格残忍荒言 对兄弟子侄大开杀戒 引发了朝野的不满 同时 他还与兄长高扬的皇后李氏尤染 进一步败坏了自己的名声 他既有政治家的睿智 和军事家的果敢 又有暴君的残忍和淫乱 他的行为常常令人不耻 也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高湛的统治 虽然短暂且充满争议 但他在北齐历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所以 高湛应该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君主 然而 在影视作品中 高湛显得相当扁平化 往往被塑造成一个深情 中意的形象 与历史上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影视作品为了营造情感冲突和戏剧张力 往往会对历史人物进行情感上的美化 观众对于忠诚 深情等正面情感有着天然的喜好 这也是影视作品倾向于美化高湛等历史人物的原因之一 观众对于英雄 伟大人物的崇拜和喜好 也促使影视作品幕后团队更倾向于美化这些历史人物 很少把功过是非放到一起介绍 如果要评价一个人 还是应该站在历史学者的角度去看 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正确看待影视作品中的历史人物形象 避免被误导或产生误解 以史为静 可以知星体 以人为静 可以名得失 点赞 评论 订阅 我们一起探寻历史